昨晚深夜又收到皇馬的官方消息 說他們又成功收購多一個人 這個暑假來講就買到第五個人 這次就是左後衛的文迪 不過皇馬球迷就不用怕 這次文迪就不是曼城那個生眼玻璃腳文迪 而是里昂的法國左後衛文迪 這個沒那麼生眼,技術好些 而且同樣有速度 雖然它已經是皇馬歷史上第十高的收購價格 4800萬歐元再加500萬流動條款 但還是比曼城的生眼玻璃腳文迪 當年曼城買玻璃腳時用了4900萬英鎊 對歐元即是5500萬歐元 皇馬今次收購文迪加上流動條款 還是5300萬歐元 足足便宜過曼城玻璃腳200萬歐元 皇馬的文迪只不過23歲 但曼城玻璃腳已經24歲了 算上通脹,曼城當年很明顯 買貴貨了 而對於皇馬來說 這個收購也是有必要的 大家都知道 必須找一個人去接馬歇路班 再算上 塞爾維亞前鋒祖域和夏薩達 皇馬真的對現了他們一開始的轉會操作計劃 賽季剛剛結束的時候 他們已經全傳出來 就說要收購祖域、文迪以及夏薩達 現在全部成功了 真是能夠補充陣容的弱點 經過一輪的瘋狂收購之後 很多球迷都問我 很多皇馬球迷問我 尤其是問皇馬接下來 有沒有能力挑戰歐聯冠軍呢? 我的答案就是 還差一個防守中場 他們依然需要收購 李昂的防守中場 來當比利 這樣才可以完美複製 斯丹02年拿歐聯冠軍 陣容當中的防守中場 馬基利尼的作用 雖然皇馬都有卡斯米露 但除了卡斯米露之外 就沒有另一個同類型的防中 如果卡斯米露一受傷 皇馬奪標的機會大減 所以我當然會強烈建議 皇馬再收購多一個 就是硬正的防守中場 不過講到這裡 一定有很多兄弟就會問我 就是皇馬經已用了3億 再是這樣買下去 今季再是這樣買下去的話 還能夠通過歐洲足協的 財政公平經濟條例 既然大家都擔心 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去算一下 皇馬那盤數 沒錯 今季來說 夏天的轉會槍 皇馬在賬面值上的確是用了3億歐元 但其實在財政公平經濟條例 即是FFP的角度上 接下來這個是2019至2020年的球季 皇馬累積下來的轉會總開支 只不過是1.2億 1.2億 並不是大家理解的3億 到底是為什麼呢 其實對於計算轉會的總開支來講 FFP是有特別的方法的 就以今次文迪4800萬歐元的轉會費為例 這個財政的年度 其實就不是計4800萬歐元的轉會費 而是只計800萬歐元而已 原因就是要看這個球員 到底簽了多少年合約的 由於文迪簽6年合約 那就攤分6年了 即是要將4800萬歐元除6 攤分到未來6個轉會 未來6個財政年度攤分 才是這個球員在單個轉會年度的開支 4800萬歐元除6 即是800萬歐元而已 我們只要用同一個方法 計算今季其他轉會的收購 就會知道黃馬今個財政年度期間 所用的轉會開支 到底在FFP的角度上高 是多少 他們之前買了中堅 這個就是米列圖 就是這個5000萬歐元除6 因為簽了6年約 夏薩特簽5年約 夏薩特簽5年約 1億 1億除5 另外還有巴西的小子高斯 4500萬歐元除6 組織6千萬歐元除6 即是一共是財政年度 花了FFP角度 5,390萬 5,390萬 就並不是大家理解的3億 不過 既然今年這3億 可以攤分到未來6年計 即是說 之前黃馬那5、6年的 4、5年的開支 都要累積到今年那裡計 才是總數 即是說 5,390萬是今年的財政年度 一定要再計算累積之前那4、5個財政年度 這樣才是一個總數來的 不過 各位黃馬的球迷 就不用擔心 其實黃馬過去那4季 就真的不是花了很多錢 2018年 馬利安奴2200萬歐元除5 奧迪奧蘇拿3000萬除6 古圖爾斯3500萬除6 雲尼斯奧斯4500萬除6 巴謙1700萬除7 一共只是2600萬歐元 大家記住它 08年那個財政年度 就是累積2600萬歐元下來的 好了 17年了 17年那個年度 馬人更少 哈蘭迪斯2400萬除6 斯巴勒斯1600萬除6 一共是用了600萬歐元的 2016年更少 摩拉達的 只是買了摩拉達 3500萬除4 這個就是7500萬歐元 不好意思 那年度是750萬歐元 那個年度 750萬歐元 2015年 2015年 高華碩2900萬除6 丹尼路3200萬除6 一共只有1000萬歐元 2014年 卓奧斯2500萬除6 詹斯諾迪股斯7600萬除6 拿華斯1000萬除6 一共只是1800萬歐元 好了 也就是說 在FFP的角度上 黃馬由2014至2019 累積下來的總轉會開支 就是所說的1.2億 計算今年這個年度的5300萬 一共這五年是1.2億 1.2億就是這個財政年度期間的開支 也就是說在這個財政年度期間 只要想到辦法抵消了這1.2億的話 那就可以通過FFP的要求 也就是說 如果賣到巴爾和諾迪股斯 詹斯諾迪股斯 大概拿回5000萬的話 那就抵消了很多 抵消了接近一半 剩下7000萬歐元 雖然還要計算球員的人工 但是黃馬有很多賽事的獎金 電視直播的收益 入場門券的收益 其實要追回這7000萬歐元 和那個人工 就不難的 很多球會都是這樣追的 而他們能夠 他們之所以能夠 搞得到條數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他們過往的五季 真是沒有怎樣大手買過人 而且買的人不是太貴 可能你會問 我為什麼不計算 2013年巴爾那1億下去呢? 原因就原不來 就是巴爾那條數 已經完結了 不會再拖落今年的 當年巴爾的第一份合約 是簽到2019年的 也就是說 2013年的1億 攤分未來6年去計 到2019年 即是今年的財政年度 就完全攤分了 完全不會再拖落 2019年的財政年度那裡 原來是這樣的 這裡解釋了 為什麼黃馬要來到今季 才肯收購夏薩特 原來就是要等巴爾那條數 巴爾那條一億數 是先完結了 才可以買另一個一億的球員 如果早一季收購夏薩特 那條數有機會爆 也就是說 黃馬經已徵打細算 真的靜心等到今季 巴爾條數完結 才去買夏薩特 這樣合乎FFP的要求 而且其實過往五季來講 黃馬在轉會的收支平衡上高 是不錯的 做得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們都可以賣到人 而且是賣到錢 大家都會記得 就是他們上季賣施朗 賣了一億回來的 2017年賣摩拉達 賣了八千萬歐元 賣丹尼路賣了三千萬歐元 2014年更厲害 迪馬利亞這些球員 都給他賣到七千五百萬歐元 摩拉達當時曾經是賣多一次的 也賣了二千萬歐元 2013年奧斯爾以及希古恩 加起來 都賣了九千萬歐元 所以 就算2013年以破紀錄的轉會費 收購巴爾成億 但是同年賣了奧斯爾希古恩 其實奧斯爾希古恩那九千萬 都已經接近追完 就是巴爾的一億那條數 如果暫時不計今年的三億 但是計算巴爾一三年那一億的話 黃馬過去六年的轉會進出口 就只是虧損七千四百萬歐元 七千四百萬歐元 是過往六年的總虧損 雖然感覺上好像很多 但是概念就不多 因為你只要對比巴塞那一面的話 你就發覺這七千四百萬是很少的 巴塞那一面就恐怖了 巴塞由2013年開始計算 就是計算買了這個尼馬那一年 巴塞這六年的轉會進出口 竟然虧損達三億一千六百萬歐元 三點一六億 黃馬只是虧損七千四百萬歐元 巴塞虧損三點一六億 虧損的程度竟然是黃馬的四倍 虧損程度是黃馬的四倍 黃馬過去三年 拿了三屆歐聯冠軍 但是巴塞只是拿西甲 巴塞呢 都還要虧損多個黃馬四倍 那你說其實長遠來說 哪一間球會成功一點呢 大家都知道的了 巴塞呢 上一年賣尼馬給巴塞 上兩年賣尼馬給巴塞 都收過2.2億 但是這六年合共 巴塞依然可以虧損3.16億 3.16億 你就知道哪一隊球才是洗腳不抹腳 巴塞的轉會方法 就是每一季都有重磅收購 但是賣人來說 就不是很賣到錢 除了賣到尼馬賣到錢之外 其實沒有什麼哪幾個球員 賣出去呢 是賣到錢的 通常都是蝕賣的 相反來說 黃馬的轉會方法 突然之間瘋狂收購一季 一季瘋狂收購 接著呢 就折衣縮食幾季 期間還可以透過賣人 賺一大筆錢 當然最好東西那兩次 一七年就是賣摩拉達 賣到八千萬 一四年賣迪馬利亞賣到七千五百萬 所以雖然黃馬的主席佩雷斯的眼光 有時會很怪 但是他在轉會操作上的收支平衡 就有回一手 這裡都要稱讚他 就是他有計劃 才令到黃馬今季突然之間花三億 去重建銀河艦隊 雖然呢 再計算今季會用的這三億 就會令到黃馬過去這七季的轉會進出口 一共虧蝕三點七億 三點七億 但是如果今季賣到 詹斯和巴爾收回五千萬的話 這七季來講 都只是虧蝕三點二億 七季虧蝕三點二億 其實呢 都還是沒有巴塞蝕得這麼離譜的 黃馬七季蝕三點二億 都還是沒有巴塞蝕得這麼離譜的 原因就是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就是巴塞今季都會花錢的 那迪庄呢 迪庄呢 還沒計算下去的 迪庄呢 就經以用了七千五百萬歐元 七月一號買了基沙文 還要用多一點二億的 也就是今季呢 一共又要花接近二億了 今季巴塞又要花接近二億了 那再計算之前的三點一六億呢 那這個巴塞連續七季 一共在轉會進出口那裡 就虧蝕超過五億了 虧蝕超過五億了 足足呢 就多過這個黃馬呢 1.9億的 虧蝕的程度多過黃馬 的3.7億是1.9億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巴塞呢 他都不違反FFP的話呢 那黃馬都不違反的了 甚至呢 就表示黃馬呢 很可能還有空間可以再買這個普巴 那普巴呢 就說1.5億的 那現在黃馬都沒有巴塞蝕這麼多 黃馬都沒有巴塞 即是黃馬都還是蝕少1.8億 那現在普巴1.5億而已 就是有空間再買的 有空間再買的 那買賣都未夠呢 就是巴塞試得這麼離譜的 那而且呢 巴塞其實呢 就沒有什麼空間賣人的了 你不要以為巴塞可以透過賣些人呢 就是搞定定的 沒有什麼空間賣人的了 如果一賣馬琴的話呢 那其實呢 就會搞到他們沒有了六頁球 即是不夠六頁球員的了 只是單比利而已 不夠六頁球員的話呢 對於他們來說的整體實力呢 是會削弱的 那你說狂賣呢 聽說又說賣斯美道 又說賣馬琴 單比利、古天奴 你賣光這些人的話呢 那巴塞的實力就大大削弱 那你是不是真的賣呢 是不是呢 你不可能賣光這些球員的 那相反呢 黃馬呢 只要再買多個防守中場 那黃馬就齊齊張法了 救人的了 不過啦 黃馬收購普巴呢 最開心的 都只不過是萬聯球迷的 因為賺到一大筆錢 在黃馬的角度來看呢 就當然不應該收購普巴的了 是要買李昂的尼當比利 我都說過很多次了 是要買這個 類似馬基里尼的球員 那他最多都是七千多八千萬歐元的 是普巴的一半 那而且呢 那即時的作用一定是好過普巴的 他肯防守嘛 普巴呢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呢 才可以勸服普巴可以防守 那但是呢 似乎這個斯丹呢 又真是很有信心 可以開到這個普巴竅 那如果普巴真的開到竅的話 那當然是很恐怖的 那這樣呢 就一於看看 是不是真的普巴呢 會上一隻銀河戰艦啦 那來到這裏呢 大家記得呢 要上一些廣告 上一些廣告的意思 就是click廣告 播廣告啦 做完這些動作的話呢 就可以令到小弟有一個收入 收入會穩定些 希望大家不要鬆懈 繼續堅持做下去 那多謝了先 那做這些動作呢 可以令到小弟呢 就有些尊嚴去生活下去 繼續堅持每天免費為大家出到片 希望大家幫幫手啦 訂閱和按鈴鐺啦 那如果手頭不緊的兄弟呢 可以呢 就是以25元資助這個頻道 做專屬會員的 好了 手機那裏呢 片的下底會有固定的廣告字眼位置 記得要按下去 click下去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幫到手 電腦呢 記得要關掉一個檔廣告程式去 發現電腦片的裏邊有Banner廣告啦 還有呢 片的右邊有些廣告 記得要click下去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幫到手 那還有呢 就是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都好呢 Youtube都會時不時在片的任何位置 插入廣告片的 那大家記得呢 要播完整條廣告片去播 那另外呢 還可以在廣告片的裏邊 找廣告link click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呢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右上角 好 那我們明天又見 拜拜